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不仅仅 可是今天市场气势 半年线没过关 大型全职股外资在压抑 市场资金流向小型股 投资人就是这样 谁强钱就往哪里流 所以在半年线没有过关之前 因为OTC已经过关了 今天OTC又涨0.9% OTC已经站上半年线 在冲锋了 所以今天小型股强 投机股强 主力股强 反而相对的法人股 相对就比较弱 因为半年线没有过 这是正常现象 可是当半年线一旦站上去的时候 法人开始追价买进的时候 那么市场资金也会开始流向 中大型股 你要特别注意 礼拜五的行情里面 道琼涨89点 道琼又跨破历史新高了 那达克直接破历史新高 费城报告体 礼拜五涨0.36% 差1%而已 差1%而已 所以美国股市很强 尤其是在个别股的部分 那美国股市里面 特斯拉持续在创新高 那更重要的是 微软的市值已经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最大市值的民营企业 你看微软这样一直标 所以相关性的个股 跟微软相关性的 就是电脑类的 你要特别注意 好 今天小说股市的部分 日本最强 南韩目前涨0.4% 新加坡涨0.7% 大陆最弱 香港跌了335点 大陆股市刚开盘 目前跌了0.2% 今天最强是日本 日本今天一度涨了700多点 因为日本选举结束了 自民党还是持续保持领先 还是持续掌握政权 所以股市间直接开高大涨 那日本大涨对亚洲股市 也会有推动的效果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 你看在美国盘的部分 上礼拜五的时候 台子企业盘才涨26点而已 那今天开盘之后 能够涨到132点 就是被日本给带上来的 所以台北股市 因为散户结构太明显 所以完全谁涨我们都会被影响 谁不好我们也完全都会被影响 所以信心问题还是影响比较大 影响比较直接 好 今天成交量的部分 目前估计量有4011亿 市场已经开始慢慢的信心 买盘开始慢慢毁流了 因为每天成交量大概都有 十几亿到20亿的融资在增加 那只有外资一直在压盘 因为半年线没有过关 所以外资持续在压盘 上礼拜外资卖了115亿 外资的操作就是这样 大的关卡没过 它一定是压盘 等大的关卡过 它反手就买 首先 全资股部分 你看台积电也不会涨 联电目前才涨两毛钱而已 日月光目前还跌1块1 联发科 今天有发布大力多 联发科大力多就是它的晶片报价要调高 尤其是在WiFi6的晶片部分 那这种大力多竟然股价只涨10块钱而已 可见全资股因为外资看大盘半年线没过 所以外资在全资股的部分还是在压抑 还是在压盘 那反而比较不受全资股影响的小型股OTC的部分 变成资金的避风港 相对反而是来得更强势 今天成交量部分69%在电子股 韩股13.2% 13.2%已经开始在慢慢升温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韩股的部分 长龙目前涨102元 涨了2.5元2.5% 阳明目前99.3% 涨了2.8元也是2.9% 那长龙阳明这两只股票 有跟大家讲过 韩股就只有这两只而已 就这两只 散状货人就不要去碰了 那当然今天你不要去追高 今天不要去追高 为什么说不要去追高 因为今天日本的海运股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日本的海运股 今天日本的游船开盘都涨到4% 因为日本股市早上涨700多点嘛 对不对 那日本股市早上涨700多点 所以他们开高大概快4% 那目前游船剩下涨1.9% 有点开高走低的味道 可是底部才刚做出来而已 底部才刚做出来而已 今天山井早盘涨4% 目前剩下涨0.84% 都有开低走高的味道 对不对 都有开低走高的味道 但底部已经完成了 所以还是有加速攻击的机会 川崎目前涨0.55% 早上也是涨4%的 早上也是涨4% 也是开高走低 所以说航运股 常常民不要去堆 下来再买 那今天比较弱势在中原海运的部分 中原海运目前跌了5% 所以大陆的中原海运弱势 所以常常民间容易出现开高走低的现象 加上分线的部分 目前是属于比较偏高的 所以不要对管 但有点要求 你要做差价也可以 先卖半 下来有回档再买回来 海运股的部分重点还是在长龙跟阳明 我们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大型的比较弱 小型的比较强 外资的股票比较弱 市场派主力的股票比较强 投资的股票比较强 但是这个好 反而比较涨不动 有点偏颇 照理讲应该是越赚钱越会涨 对不对 可是因为半年线没过 外资在压盘 所以反而赚大型的不涨 那反而没什么赚钱的拼命涨 这目前整个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 可是轮流 因为大盘已经开始进入大的一个攻击波了 给大家看过了 24天的一个周期 已经开始做出攻击了 所以24天的周期 这已经不用我再多说了 大盘部分我就不要 大盘部分我就不再多浪费时间讲 不要去浪费想 这个行情就是一个大的趋势 你有上过课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 只是目前半年线没有过关的时候 大型股 全资股会比较吃亏 那小型股会比较活泼 你看今天最明显的 今天联发科目前涨9块钱 联发科也是要等大盘过半年线 它969才会过关 你看今天面板驱动IC最明显 金红涨停板 金红是面板驱动IC里面业绩最烂的 前三季才赚6块钱而已 前三季6块钱 股价已经从130标到200 接近快240了 业绩最差的涨了快1倍 那反而8016的 对 细创 细创是贪30块了 赚30块钱的 竟然股价比赚6块钱的 跟它差不多 那敦泰前三季已经赚24块钱了 获利是赚6块钱的三倍 获利多三倍 反而股价快剩下它的二分之一而已 所以这个行情 比较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赚钱的都是法人的股票嘛 半年线没上去 法人持股不敢增加 那反而市场派 去做小型的通码股 密门去东IC最好当然还是莲勇 莲勇光是第三季 获利就超过两个股本 那前三季已经45块钱 今年每股获利至少 6个股本以上 好事多磨啦 不用怕啦 这后面都会去掉 一年贪6个股本 上市会有几家公司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能够赚到6个股本 股价反而才400出头而已 真的太委屈太可惜了 没关系啦 你也有 怕没来 有下来都买 有下来都是买点 今天连店外市一直卖 可是连店也有点下不去的味道 你看外市卖多少 外市卖多少连店 这种7万丁7万丁在台啊 可是股价反而只是在打相信而已 瑞光今天下来98块钱以下 其实也是好的机会点 瑞光今天每股获利有 赚一个股本的实力 一个股本一定会达成啦 所以你要接 在大盘还没有站上半年线的时候 要求你轻轻 今天外红反而比较强 因为任天堂OLED版的Switch 大热卖 销售量比去年整整多了九成 成长了九成 快接近一倍了 那望宏单独家供应Flash 独家供应Room的部分 股价大涨 望宏 我们35块钱买的 这边 这不用讲了 一年赚6块钱的公司 股价才40出头而已 才刚赚上40块钱而已 怕的没来 怕的没来 有来的都是Q 这种没什么好说的 那金豪科果然 前三季每股获利 一个股本超过10块钱 你看我当时在这里讲说 我就提醒你了 金豪科也可以注意 前三季应该会赚超过一个股本 我在看基本面 在看获利很准的 我会抓紧准跌 群创友达 外资连续两天 买超都是第一名 那今天法人出报告了 调高群创友达的目标价 一口气拉高到23块钱 我说外资就是这样啊 对 一直把人家污名化 然后股价压很低 自己开始买了之后 又调高目标价 23块钱 便宜啦 便宜啦 今年友达群创至少都六个股本以上 至少都六块钱以上 你想你想一个问题啊 现在很多人已经被外资骂到 群创友达也已经怕到了 不敢摸啊 你想一个问题 以友达群创他们的配股率 至少都有五成以上 今年如果友达群创赚六块钱的话 那么明年 起码破三块钱出来 三块钱现在高下到十六块而已 殖利率多少 快20%的殖利率 快20年的定存 所以你如果担心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把定存的钱拿来 投资友达跟群创 放到明年 除全息 20年的定存 这样划不划算 当然划算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投资你要从 不同的面向下去看 友达群创 今天没来 有来都求 外资已经调高目标价了 但外资调高那个目标价 23块钱也不是很多啦 可是从现在到23块钱 8块钱呢 4成呢 4成要5成呢 还是很恐怖啊 那文贸图完间 你看金测间就大跌了 所以上礼拜 我就跟大家讲过 金测业绩衰退反而在涨 要做小心 顶多用短线就好 图完间开盘就跌了 那文贸也是啦 我说业绩衰退 反而拉涨停 向中股票我不建议 那你要做不是不可以 短线就好 这算就好了 你看今天反而美率拉涨停 美率前三季也不过才3块钱而已 美率前三季也不过才3块钱而已 只是第三季2块半 那报纸写说成长好几倍 要这样写 但那种标题太耸动 会误导投资人进去买进 那你自己再做 小心一点 尽量短线就好 目前大单一直出现在群创 大单一直出现在群创 你看300张400张 470张的 然后就出现在群创 今天身风也涨个4.1% 这盘是很久的股票 台光电你看 铜箔基板最赚钱的台光电今天是跌的 那腾辉是涨的 所以说今天这个盘 法人股不会涨 涨的少 那反而主力股 比较强 涨期股涨不动 头期股拼命动 就是今天这个盘的情况 但这不是永远 一时一刻而已 现在是这样的现象 等到大盘站上半年线之后 整个主力股 整个法人一归队 那整个四堂资金又开始做变化了 你看MOSFIT的部分 小型的尼克森 腹顶 杰敏就比较强 那稍微比较大的 大宗节力相对就比较弱 所以说是不是很清楚 整个盘世间 呈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涨期差的反而 你看联雅 涨期差的 联雅第三季 剩下三毛钱而已 涨期差的反而大涨 涨期好的反而涨不动 变道基基 因为半年线上不去 全治股要动动不了 所以市场资金 就随着主力股 流向投机的股票去 那当然以为我们来做 股票投资 咕咕等等 基本面还是比较重要 我们不会说 因为一时 整个市场在做投机股 然后我们就跟着一起 去做投机股 咕咕等等 还是以正确的方法为主要 你看今天技嘉又大涨了 上礼拜跟大家讲过 如果押回半年线的地方是好买点 完全又开始创新高了 哇 竟然已经120元 又创新高了 中国股票要付的啦 一年贪16块的公司 本一笔就算只给它10倍 也不应该是这种价格嘛 对不对 华硕 礼拜三要法硕会 所以你如果要买 在法硕会前净买 不然法硕会后 航行开始冲 你又来不及了 韩国就不再讲了 刚刚已经都看过了 今天返甲开始大涨 返甲第三季业绩是掉的 返甲第三季业绩是掉的 可是特斯拉的话题很热门 返甲是宁德时代 电池里面的连接线的供应商 现在跟着大涨 涨多的美琪码 康普聚合已经开始转弱了 所以器官的 基本上没有强的 不要买对 那国据 基本上我就不讲了 短线指标高了 洗盘正常 短线有下来 要接可以低接 这是今年能够赚 大概46块到48块钱的公司 你看今天都是低价投机的 连一光 佳能 金国光 台表科不错 本来在底部都告诉你 我看好台表科 今年美股股理应该有一个 股本的实力 国安财报发布完之后开始涨 你看元宇宙 中辽几年 佳林也是赔钱的公司 佳林也是 赚不到钱的公司 股价已经炒到七十几块钱了 红达电 威胜 卫树 这种辽情的公司 这都是营运一直在赔钱的公司 营运一直在赔钱的公司 最近就在炒中 辽情的公司 走到偏投机去了 因为大盘半年线没有过 所以市场资金 散户就是这样 散户说他真的会去看基本面 大部分都看皮毛 大部分都看皮毛 那就是谁的市场 谁强就转谁 所以最近都是一些 比较投机的股票 你看利基 第三季亏损 今天涨了4.3% 没关系啦 等到大盘半年线 站起来 你看以矽晶云来说 最赚钱的中美金 环球金 反而涨得少 那投机的 加金 合金 反而涨得多 起零变成这样 今天太阳能 搭着地轨卫星的话题 因为地轨卫星说 用太阳能发电 能够发多少电啊 因为太阳能发电要面积嘛 你面积越大 你才能够发更多的电嘛 那你一个地轨卫星 在外太空上跑 它一个地轨卫星 能够装多少太阳能 有限啊 有限啊 绝对比不上地面上的 太阳能装置 太阳能发电厂 对不对 那因为一个地轨卫星 报纸一报而已 今天大家全部都去抢 太阳能 你看国硕 一开车的涨天气 茂迪 元晶 然后现在都打下来了 所有时候你要操作之前 先冷静判断看看 可是也凸显一个好事啦 什么好事 大家投入意愿已经越来越强烈了 所以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有一个话题 就会引导大家去抢股票 这是好事 大家投入意愿提高 那可是危险的是 都乱抢股票 都乱抢 操作上你一定要 我不是说我的方法一定是多好或多好 你要有属于你自己的一套交易的逻辑 交易的方式 像我 我自己专门找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 对 价值型的投资 那你要用现行投资单也可以 你要有属于你自己一套进出的方法 最忌讳就是随着市场追高杀低 这是最不可取的 我们现在锁定一档 有三成以上利润的股票 我们现在锁定一档 有三成以上利润的股票 资金集中锁定在操作 与其把资金打散掉 报酬率降低 那还不如精挑细选 一档你最有把握的 我们现在锁定这一档 我个人认为三成没问题 我们资金 全力锁定操作 那有兴趣这样操作的 换交流门行列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